邱委員你好 部長好 部長 比較您跟龍部長的私人報告 好像有一些些微上的差異 那您覺得龍部長在任內推動了各項的文化政策理念 您是不是全盤都接受 所謂的龍歸洪水 還是龍歸洪步水 有沒有一些你覺得他任內推動政策自然難行 或者效果不好的 效力不髒的 有沒有要計劃終止或者做一些調整變更的 我對龍部長那個時候他打下的基礎 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們現在事實上是根據龍部長當初的一個規劃在前進 那麼他的計劃我沒有終止 他沒有終止 沒有一項政策他推動 他的政策我沒有給他終止掉 沒有任何調整變更或終止 現在只是把他有一些我們把他重點 把他做一些強化 比如說把跟科技網路的結合 那麼剛好這也同時是院裡頭的一個政策的目標跟政策的方向 所以這個方面是我們做這個樣的強化 文化基本上是應該一棒接一棒 辭以前進的 龍歸洪水 龍歸洪水 基本上你是執行 紅部長是執行龍部長的政策 龍部長的打下的政策基礎 事實上他花了很多心血 那個時候我們部裡的同仁也花了很多心血 是過去龍部長沒有推動的 他現在事實上就是我們來講 就是他當初所提出的村落文化計劃 那麼這個仍然是我們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施政主軸 我們希望這文化村落計劃把過去20年的社區營造的兩個能夠銜接 那麼社區營造過去做人才的培養資料的調查 到了 文化就是要不要人才的入處 你說村落文化 你假如村落文化我就要問你這個文化平權的部分 那平權你有哪些具體的做法 比方來說 必須做到南北的平權 東西的平權 區域的平權 資源分配的公平 所以這個理念我覺得你要落實 請教一下今年三金的場地決定了沒 三金的場地 金馬 這個應該是還沒確定 因為三金的場地 通常是由他們那個評委會 執委會來做決定 但是我覺得因為你是補助 你補助當然有一定的建議權 那你可以跟他們做一些協商 你要做到文化平權必須落實區域的平權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想我們規劃在中南部來舉辦 對 我們跟他協商的管道一直是沒有停過了 對中南部這邊其實在我們的文化平權方面 在文化部來是相當重視的 一直在各種文資各種方面補助 其實台南市跟高雄市在補助的比例上 我沒有問到補助的問題 我補助也是希望你們能夠重視南北的平權 但是藉由大型活動的舉辦來提振這個南部中部的一文風紀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嘛 所以魏武營將來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 是啊 那有那麼好的場館 我覺得應該場地沒有問題 場地沒有問題你們應該思考 如果他要在室內的話 馬三斤最起碼有一斤在中部 有一斤在南部 中部也有很好的場地 所以像南部的魏武營是今年年底才完工 但是如果要來使用的話 確實是有他的風險 那麼如果在今年那個平東演藝中心 每年都有理由 每年都有理由 所以文化平均你是說一套做一套 因為像上次大家去看台中的這個衝突的這樣子的開幕 其實風險很高的 不然是年底才會辦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像屏東演藝廳 那麼在最近如果他能夠開幕使用 其實那是一個倒是蠻不錯的一個點 我們可以建議他們去看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因為你們太多的想法 太多的政策 太多理念要去推動 所以整體的資源就分散了 所以它的累積性 它的長期性 它的效果性就不顯著嘛 比方說你獨立書店 補助獨立書店 對 我的想法跟你一樣 就是我們必須做長期性的思考 對 補助獨立書店 目前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獨立書店現在是 除了他們有一個獨立書店協會 我們跟他保持支持外 你不是給他一筆錢之後 後續就不管他 沒有 沒有 不是 你要持續的輔導 我們持續的 因此我們現在也跟他在合作 希望把獨立書店 跟我們的村落文化 跟社區營造結合起來 那麼他們的期望跟我們的期望一樣 叫獨立書店不是一個 只賣書的地方 獨立書店是一個社區文化中心 符合式的 對 結合社區的力量 有社區的力量來導入 對 所以我們現在也成立 有一個輔導團 來輔導他們做這方面的 這個能不能匯後 把你們輔導獨立書店 這兩三年執行的成果 是不是能夠一份書面資料給我 另外提到藝術雜根 藝術雜根當然是雜我們這個 雜根在中小學 培養中小學對這個藝文的喜好 對藝文欣賞的能力 對 所以我們對藝術 對文藝的欣賞 對文學的推廣 我覺得在中小學就要開始 對 讓中小學有基本的這個 閱讀能力 閱讀興趣 然後對藝文欣賞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見賞能力 或者他有一定的興趣想去 去聽演奏會啦 去 而不是去聽那個這個 演唱會 是聽那種藝文表演 對 就兩天院 對 所以北中南都有這個 國際型的那個 大型的場地 對 所以藝文活動越來越多 這部分我覺得 政府的力量要導入 怎麼樣協助中小學的學生 能夠培養他們藝文欣賞的興趣 對 所以我覺得一直在強調說 你乾脆為什麼不發這個 藝文體驗券呢 對 因為藝文體驗券 讓這個學生 能夠在一年或一個學期 當中戶外教學一部分 然後呢 能夠去欣賞這個藝文活動 一方面 對這個藝文活動本身呢 它有挹注了這個門票收入嘛 對不對 那也讓學生能夠參與 去了解藝文活動 對他們生活中的必要性嘛 所以我覺得日本做得很好啊 所以所有的這個中小學 都有這方面的這個基本的能力 對 我們現在跟教育部啊 有一個平台 已經把我們這個 中小學的這個藝術教育啊 納入到它下一節的12年課綱 已經納入到你同學 不是課本裡面 是實際上去體驗啊 另外一個就是 對它那個社團補助方面 那麼我們也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這個要全面性 那特別你要 你如果在台北市 我覺得這個 台北市整體的這個 文化的建設 文化的資源比較多了 對於中南部 你可以先試辦嘛 比方說這中南部東部 所以魏武營我們將來要扮演這個角色 我就是高雄市的學生啊 先從高雄市試辦好了 高雄市的學生 每個學生中小學 對 我這個 由政府來發一個藝文體驗券 憑這藝文體驗券 他可以去欣賞 兩廳這個 智德堂 智三廳 然後這個魏武營藝文中心 所有相關的表演活動 只要有那個體驗券 我們講我們跟高雄市文化局 那麼來做密切的協商 我覺得可以先試辦 如果你整體資源很有限的話 我覺得為了落實文化平權 為了落實藝術雜根 從高雄市先試辦 高雄市的中小學 我們來跟他文化局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體驗券 以魏武營為中心 體驗券可以按照他們個人的選擇 喜好時間去觀賞 一年有效嘛 這部分由政府來協助 比方說中央出八成 那這個地方政府出兩成 這可行性怎麼樣 部長 好 這個想法 比我們以前 我以前在服務新北市的做法 更具體了 服務新北市我們做法 只是讓小學生畢業之前 能夠有一場正式的音樂會 或者是參觀跨展 你提一個示範計畫 發這個券的方式 提一個示範計畫 然後當然這個經費是由中央跟地方來分擔 那中央當然理所當然資源 比較要出分擔多一點 然後協助地方政府 來推動藝術雜根 讓所有中小學都能夠透過這個藝術雜根 這個體驗券 能夠去參與藝衛活動 對門票收入也是很好的一個管道 跟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我們來好好來協調 多久可以協調出一個施辦計畫 施辦計畫我想恐怕 我們要給我們一點協調時間吧 一個月 一個月 再加一個月吧 這個學期可能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跟他們要談說明 你從下個年度 從9月份開始 從 對 下個新的學期 對 從新的學期開始 那你先從高雄市示範 在魏武營還沒有完工以前 魏武營裡頭的各種活動 我們希望都跟他們合作 部長你覺得有沒有可行性 這構想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構想比我以前的經驗 要具體很多 更具體更務實 對不對 更具有可行性 具有可行性又務實 那就全力支持好不好 我們就用那個 那我就先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三個月了 三個月了 謝謝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